一包一包青菜放到購物欄 現在生鮮蔬果 便超商招攬中高齡客群的力氣 一位網路調查發現 口袋比較深的消費者 年齡都在35歲以上 但光顧超商次數 從每週四次下滑到三次 超商面臨中年危機 業者不得不調整商品策略 賣的不是沒有我要的東西 我們女人都是賣 家裡吃的東西 她那裡我就買不慣 她沒什麼吸引我的地方 我只有每天早上買報紙有 民眾坦言越老越少逛超商 實地觀察超商人潮 以台北市巴德路這一家門市來說 10分鐘內進出超商的消費者 青壯年和中老年比例大約7比3 中高齡顧客明顯較少 全家超商積極尋求解套 引進日本模式 將超商結合藥局提供多元服務 同一超商則改變商品結構 開設在住宅區內的門市 特別開闢生鮮蔬果和保健食品專區 就是要鎖定銀髮族和消費大咖 六年級生 從推幾點加購吸引年輕客群 加強對中高年齡層的吸引力 業者更從商品和服務下手 提供老人生活必需品 或是家庭日用品 力圖挽回中高齡客群的上門意願 記者陳建安 秀日敏 台北報導 教練消費目標 高齡客群的包裝